欢迎来到我们的体育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华家强 今天我们有三条精彩的体育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看Nichael Hines 他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橄榄球联赛中被选为半位 并准备迎接首次正式出场的挑战 Hines曾因首次亮相时的失误被教练Brett Fittler放弃 但如今他凭借出色的表现和Nathan Cleary及Mitro Moses的受伤机会 重新获得了上场机会 这次他能否成为NSW的救世主呢 接下来我们转向女排赛场 加拿大女排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排球国家联赛 VNL中战胜泰国队取得了三胜一负的成绩 这场胜利对于他们争取奥运资格至关重要 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Kiera Van RYK 成为全场最高得分手 目前他在VNL中已累计85分 领先所有选手 最后我们来关注NBA季后赛 卢卡 唐希奇带领达拉斯小牛队 在对阵俄克拉和马城雷霆队的比赛中 完成了17分的大逆转 成功晋级西部决赛 唐希奇这场比赛拿下了29分 10个篮板和10次助攻 这是他季后赛的第7次三双 小牛队将面对明尼苏达森林郎 与丹佛绝金之间的胜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悉尼晨风报报道 尼科 海恩斯即将成为新南威尔士州的半位 尽管他在首次亮相十英关键失误 被布拉德·费特勒撤下 但过去两年的教训 让他为洲际橄榄球赛做好了准备 海恩斯刚刚带领鲨鱼队在魔术轮中获胜 由于内森 克里和米切尔摩西的受伤 他有望首次首发出战篮军 海恩斯承认在小腿轻微拉伤后冒险在布里斯班比赛 但他只需在下周对阵黑豹队的比赛中 撑过80分钟 就能赢得第二次周际橄榄球赛的机会 他回忆起去年在阿德莱德的首次比赛 当时他被迫换位并错失了对卡梅隆 芒斯特的关键铲球 这让对手赢得了历史性的大逆转胜利 海恩斯表示他学到了很多 过去几年他不得不吃苦并从中学习 这让他现在能够为球队表现出色 悉尼陈锋报还报道了澳大利亚板球选手杰克 弗雷泽·麦克·古克 可能成为澳大利亚2020世界杯球队的后补成员 卡梅隆 格林在印度超级联赛中的表现证明了 为什么22岁的攻击弗雷泽·麦克·古克 没有被选入首发15人名单 澳大利亚的选拔委员会计划带上两名后补队员 弗雷泽·麦克·古克在印度超级联赛中的表现 使他有望挤掉马特、肖特 另一名后补可能是年轻的万玄投手坦维尔 桑加 他将作为亚当、赞帕和阿什顿 阿加尔在慢速球场的替补 弗雷泽·麦克·古克的入选 主要是未受首部骨遇伤困扰的大位 华纳和从腿筋伤病中恢复的队长米奇 马什提供专业的上层打击手替补 此外 弗雷泽·麦克·古克在德里首都队的表现 也让选拔委员会更加坚定了 不随意更换球队的决心 《多伦多星报》报道 底特律老虎队的新秀 温塞尔·佩雷斯在第七局打出三分拳雷打 帮助球队以8比3逆转 击败亚利桑那响伟蛇队 老虎队在第七局两出局后连得6分 投手捷克 弗拉赫蒂也取得了本赛季的首胜 佩雷斯在比赛中打出两个三分拳雷打 哈维尔·巴埃兹则贡献了四次安打 老虎队在最后三局打出了15次安打中的11次 比赛前六局 弗拉赫蒂和响伟蛇队的扎克·加伦展开了投手对决 各自三局内送出六次三阵 弗拉赫蒂在第六局被响伟蛇队攻破 但老虎队在第七局迅速反击 佩雷斯的三分拳雷打将比分反超 弗拉赫蒂在六局内投出98球 送出九次三阵 而加伦则在6.2局内送出十次三阵 比赛吸引了35,326名观众 其中包括墨西哥文化之夜的特别活动 美联社报道 明尼苏达联队在周六晚上 以2比1逆转战胜波特兰伐木者队 波特兰在第十七分中通过乔纳森 罗德里格斯的进球取得领先 并将这一优势保持到半场结束 罗德里格斯在本赛季已经打进了五个进球 其中两个是在本周三对阵圣和赛地阵队的比赛中 在70分钟后打入的 下半场第65分中 罗宾、洛德凭借约瑟夫、罗萨莱斯的助攻颁平比分 这是他本赛季的第四个进球 第82分中 桑、宾正在洛德和DJ、泰勒的助攻下打入制胜球 这是他本赛季的首个进球 门将达恩、圣克莱尔为明尼苏达联队铺出了五次射门 而波特兰的门将马希姆、克里佩则做出了四次铺就 明尼苏达联队在最近的五场比赛中取得了四胜一瓶的成绩 他们将在周六对阵克罗拉多急流队 美联社报道 德州游棋兵队在周六晚上通过纳萨尼尔落得牺牲飞球和被投球击中 以3-2在13局中战胜了洛杉矶天使队 落在第八局通过牺牲飞球将比分扳平 而阿多利斯、加西亚在第六局击出本雷达 为游棋兵队赢得了他们最近十场比赛中的第三场胜利 天使队的泰勒、沃德、沃德、和乔、阿德尔也击出本雷达 但他们在得分机会中表现不佳 18次打击中没有一次成功 游棋兵队的投手耶里、罗德里格斯投了两局无弯打球 赢得了他的首场大联盟胜利 德州游棋兵队将在周日的系列赛决赛中派出迈克尔、洛伦岑 对阵天使队的合赛索里亚诺 美联社报道 洛杉矶到棋队的沃克 布勒在周六晚上对阵新兴纳提红人队的比赛中 投出了六局无失分的比赛 帮助道奇队以4比0获胜 弗雷迪、弗里曼为道奇队贡献了两次安打和一个打点 而特奥斯卡、埃尔南德斯和安迪、佩奇斯也有打点 布勒在他的第三次手术后首发中表现出色 投出了七次三阵 赢得了自2022年5月24日以来的首场大联盟胜利 红人队的投手格雷厄姆 阿什克拉夫特在五局中被打出三次安打和三次保送 失去了三分 红人队尽管成功限制了大谷祥平 但仍未能得分 道奇队的投手克莱顿 克肖在比赛前进行了投球训练 预计他将在7月或8月回归 红人队的投手亨特 格林将在周日的比赛中首发 CBC 加拿大女子排球队在周六晚上的排球国家联赛中 以25-21、25-13、20-25和25-17的比分 战胜了泰国队 取得了重要胜利 加拿大目前排名第11位 正在努力争取奥运会资格 战绩提升至三胜一负 已经有7支女子队伍 获得了8例奥运会的资格 剩下的5个名额 将在排球国家联赛预赛阶段结束后分配 加拿大队主教练香龙、温泽表示 这场比赛并不容易 泰国的防守非常出色 使得得分变得困难 但全队分担了责任 最终取得了胜利 比赛的最高得分者 是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里的基拉 范·里克 他在比赛中得到了85分 范·里克在赛后表示 虽然希望能在三局内结束比赛 但泰国队顽强抵抗 最终全队齐心协力完成了任务 加拿大队将在本月晚些时候 前往德克萨斯州阿灵顿 参加下一阶段的比赛 Yahoo US 达拉斯独行侠队在卢卡 东七旗的带领下 再次进入西部决赛 斯洛文尼亚球星东七旗 在对阵俄克拉和马城雷霆队的比赛中 带领球队完成了17分的逆转 以117-116的比分 赢得了系列赛的第六场比赛 东七旗全场得到29分 外加10个篮板和10次助攻 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七次季后赛三双 也是连续第三次 其他重要贡献者包括PJ华盛顿 他得到22分 凯里 欧文也贡献了22分 雷霆队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 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独行侠队在下半场逐渐追上比分 最终在第四节中段将比分扳平 比赛的最后几分钟激烈交锋 最终雷霆队因一次有争议的犯规判罚 失去了比赛 雷霆队挑战了这次判罚 但未能成功 雷霆队的赛季就此结束 但由于他们年轻的阵容和大量的选秀权 未来仍然充满希望 雷霆队的核心球员谢一 吉尔杰斯 亚历山大和切特 霍姆格伦都还很年轻 球队未来有望通过增加经验 和引进老将提升实力 Associated Press 芝加哥 美联社 迭哥 罗西在上半场打入一球并助攻一球 帮助哥伦布机缘队以3比1战胜芝加哥火焰队 取得了连续第二场客场胜利 未免冠军哥伦布队在经历了七场不胜后 取得了两连胜 而芝加哥队则连续七场未长胜绩 仅在此期间打入两球 比赛第三十分钟 罗西抓住自己错失的射门机会 打入了本赛季的第二立进球 第55分钟 克里斯蒂安·拉米雷斯 在罗西和后卫穆罕默德 法尔西的助攻下 打入了本赛季的首例进球 芝加哥队在第85分钟 通过后卫卡罗斯 特兰的进球将比分追至2-1 但三分钟后 贾森、拉塞尔、罗通过马尔特 阿蒙德森的助攻打入了本赛季的第三立进球 锁定胜局 哥伦部队门将帕特里克、舒尔特做出了三次铺救 而芝加哥队门将克里斯、布雷迪则有两次铺救 哥伦部队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对阵奥兰多城队 而芝加哥队将前往克场对阵DC连队 《多伦多星报》报道 达拉斯小牛队凭借PGA华盛顿的两次罚球 在最后2.5秒故意错失一球 以117比116险胜俄克拉和马雷霆队进入西部决赛 这是小牛队三年来第二次进入西部决赛 比赛中 卢卡、东气棋贡献了29分 10个篮板和10次助攻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他突破到篮下 将球传给角落里的华盛顿 后者在假投后 被加拿大球员谢伊 吉尔杰斯·亚历山大犯规 尽管俄克拉和马提出挑战 但回放显示 吉尔杰斯·亚历山大 确实在华盛顿投篮时 接触到了他的手臂 华盛顿稳稳命中前两次罚球 将比分反超 随后故意错失第三次罚球 雷霆队的杰伦 威廉姆斯在半场后场的绝望投篮 未能命中 小牛队在主场结束了系列赛 就像他们在首轮对阵 洛杉矶块船时一样 多伦多星报报道 艾德蒙顿游人队 在第二轮季后赛第六场比赛中 以5比1大胜温哥华家人队 成功将系列赛 拖入第七场 艾文 布莎德和瑞安 纽金特 霍普金斯 各自贡献一球两助攻 康纳 麦克戴维德 则送出三次助攻 游人队的迪伦 霍罗威 在赛后表示 球队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准备 尽管有些紧张 但他们很快进入状态 并全程掌控比赛 扎克 海曼和艾万德 凯恩也为游人队建功 麦克戴维德认为 球队在各方面表现得更好 尤其是在前场逼抢 和保持球权方面 温哥华家人队的 尼尔斯或格兰德 为球队打入唯一一球 但游人队在第二节 和第三节接连得分 最终锁定胜局 温哥华家人队的 布洛克 博瑟表示 他们相信自己 能在第七场比赛中 反弹并获胜 美联社报道 达拉斯小牛队 凭借PJ华盛顿 在最后时刻的两次罚球 以117比116 险胜俄克拉和马雷霆队 晋级西部决赛 华盛顿在比赛 还剩2.5秒时 被解一 吉尔杰斯 亚历山大犯规 在命中前两次罚球后 故意错失第三次 确保了小牛队的胜利 卢卡 东契奇 在比赛最后时刻 突破传球给华盛顿 后者在角落假投后 被犯规 尽管雷霆队提出挑战 但回放显示 吉尔杰斯 亚历山大 确实在华盛顿投篮时 接触到了他的手臂 小牛队在系列赛第六场比赛中 逆转取胜 成功晋级西部决赛 Yahoo US 费城费城费城人队再次展现了他们在比赛后期逆转取胜的能力 周六晚上 他们再三次一分落后的情况下 逆转击败了华盛顿国民队 以4-3的比分赢得了加10赛 布莱斯 哈珀在第十局用牺牲打将比赛定局 而柯迪 克莱门斯在倒数第二次击球时打出了一记本雷打 将比分扳平 尽管费城人队在前六局只有两次安打 但他们仍然在关键时刻展现了强大的韧性 哈珀表示 这种在关键时刻逆转的能力对整个赛季都是有利的 尤其是在季后赛中 费城人队目前的战绩是33胜14负 自1998年亚特兰大勇士队以来 没有任何国家联盟的球队 在赛季前47场比赛中有更好的战绩 克莱门斯虽然本赛季上场时间不多 但每次出场都能带来显著的影响 他在本赛季的首次两次首发中就打出了四次安打 包括一次双打 三打 本雷打 和七次打点 Toronto Star 多伦多FC队在加拿大经典赛中以5比1大胜蒙特利尔CF队 费德里科 贝尔纳戴斯基在比赛中上演了帽子戏法 这也是加拿大经典赛历史上的第二次帽子戏法 贝尔纳戴斯基在英红牌停赛一场后复出 他在比赛中大放一彩 帮助多伦多队在第六分钟就取得了领先 之后 他在第19分钟和下半场的第58分钟和第60分钟再次进球 完成了帽子戏法 蒙特利尔队在第67分钟由苏努西 伊布拉辛打入一球避免了被零封 多伦多队的门将肖恩 约翰逊在比赛中做出了四次铺就 而蒙特利尔队的乔纳森 西洛伊斯则挡出了五次射门 多伦多队在本赛季的表现显著提升 目前在主场的战绩为五胜二辅 Associated Press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 贾德尔 奥布里安打入两球 塞巴斯蒂安 德鲁西也有一球进仗 帮助奥斯汀FC队以3比2战胜 堪萨斯城体育队 奥布里安在第39分钟的第二个进球 让奥斯汀队取得了决定性的领先 堪萨斯城在第19分钟由约翰尼 拉塞尔率先破门 但奥斯汀队迅速扳平并反超比分 德鲁西在下半场刚开始时就打入一球 将比分扩大到3-1 堪萨斯城在第63分钟由捷克 戴维斯打入一球 但未能改变比赛结果 堪萨斯城在过去十场比赛中 都至少丢了一球 并且在其中八场比赛中丢了多个球 目前堪萨斯城已经连续七场比赛 未能取胜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